穿著紅色夾克的男子跨過欄杆進入屋內 拿著殺蟲劑對著狗狗就是一陣狂噴 狗狗只能躲在牆縫中 而男子似乎嫌噴得不夠 離開後回頭隔著欄杆繼續猛噴 最後索性在跨過欄杆追上去 狗狗也被他嚇得四處逃串 超不爽的就是覺得你怎麼可以對狗 就是他們就是手無伏襲之力啊 對他們做這種事情 四祖林小姐說對狗噴殺蟲劑的人 就是他的房東 因為時常聞到家裡有濃濃殺蟲劑的味道 覺得奇怪才裝設監視器 結果竟然看到房東擅自進屋 還拿殺蟲劑噴小狗 林小姐打電話和房東理論 房東卻說是其他住戶反應 被狗的叫聲打擾 才會進屋噴殺蟲劑 水性水性那個沒有毒 我今天我今天我跟他講說晚上我會過去啊 我會拿那個避免書給他看啦 上次也有房客跟他講說 你那個保衛槍炒到我 他說你去告我啊 我那個分貝沒有到多少 房東自知李虧趕緊和陳小姐致歉 但對於房東說法無法接受 現在只能先帶愛犬去看醫生 接下來除了搬家也不排除提告 記者李孟昌 李雲傑 台中財務報導